听闻远方有你 动身跋涉千里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 这算不算像风 我踏过你走过的路 这算不算像风 小饶的这个结群呀 今天就做好了 现在呢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结群穿出来的效果是怎样的 我的这个结群呢 其实就是为了去搭配我身上的这一件小西服 这些小西服呀 是工厂里面买的一个板 在做完板以后呢 不小心在这个上面染上了一点点红的 那个印记在上面了 所以呢这个老板 他将这个板买过来之后呢 他是免费送给我的 因为我在他们家买了很多其他的款式嘛 所以呢这个衣服啊 我是看中了它的版型 这个版型啊 它是非常的好看的 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先去介绍一下 这个小西服的款式分析 我们首先去看一下它的领子 这个领子呢 还是比较正常的这种小西服领子 也不是特别的夸张 另外呢我们去看一下它有没有分割 它的分割呢是从这个尖缝这个地方分割的 你不要以为它从这里分割 我们就没有胸审 它其实是从胸审 分割转移到这个尖审这个地方来的 同样啊这个衣服 它的后片也是从这个尖缝这个地方 最近后片分割的 中间这个地方它是分开的话 它是有啊 同样也是有一个收绳的收腰的这样一个效果 另外我们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口袋 这个衣服呢它是一颗扣子的 啊是有两个口袋 这个口袋呢是不规则的形状 这边高 然后这边低 这边呢做了两个这样的小折的这个设计啊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袖子啊 它是一个七分袖 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 五厘米的这样一个反扁 一般我们的西服袖呢 我要做到合身合体 都是两片袖啊 这个也是一个两片袖 只是这个衣服呢 它只是正身这个地方 它做了领衬 袖着这个地方 它是没有做领衬的啊 这是一个啊 比较薄的这个面料做的 不是我们秋冬款的那种 比较厚的这个面料做的 明天呢 我就会给大家去分享啊 这件小西服的这个版型结构 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下 我身上的这件结裙 它的工艺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很多的小班 还是不太会去做 所以呢 我将整个的制作过程 录制下来分享给大家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 工艺制作 然后这个裙子的制作工艺 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将这个礼部的彻缝缝合 首先呢 我们将这个每一节的这个彻缝呀 将它用来去缝给它拼合好 拼合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把一节一节的给它拼合起来 这个时候呢 可能小白就会发现了 看到没有 这个下面的这个要长一点 这个第三层的更长啊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将它进行拼合呢 如果要达到第二层的上面和第一层的下面 我们要拼合 我们就要对它进行一个准备啊 抽折 抽到了相同的长度以后呢 我们才能将它再拼合在一起 第三层也是同样的方法啊 我们先去抽折 对这么长 看到没有 第三层这么长这么长 然后我们也是要将它抽折 抽到跟第二层的下面 同样的长度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裙子的一节两节三节 给它拼合在一起了 最后呢 我们再将这个面部 跟我们之前做的里部拼合在一起 就最后去上腰 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序 现在呢 我们就去抽折 然后一节一节的给它拼合起来 这个呢 叫弹力皮筋 我把它用手给它挽在这个 刷心上面 然后放到刷壳里面 把它做成底线 这样呢就比较好抽折了 我个人比较喜欢用这种抽折的方式 这个地方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皮筋我们绕在这个 刷心上面的时候 一定不要使劲的给它拉着啊 要不然的话 它就起不到刷刷的效果呢 就是让它这样松松的 把它缠绕在这个刷心上面 我们把它放到底下 做底线的话 它才能起到这个刷刷的效果 因为有一个粉丝跟我说 它是使劲的给它绕在这个刷心的上面 它问我为什么就起不了这个折 一定一定不要用使劲的去绕 一定要松松的就给它绕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这个折呢 我们都抽好了 现在呢就跟上一片的这个底下 进行对位之后 下来进行缝合就可以了 接着呢 大家去看一下小刷的这个腰是怎么样处理的 我们前腰后腰的这个侧边呀 我用来去缝 将它缝合了以后呢 将它这样对折 对折以后 我们将这个皮筋给它拼接好了以后 给它放到中间 你也可以烫衬 我这个我没有烫衬啊 因为我这个皮筋它很好看 即使露出来 它也不丑 如果你觉得那个皮筋不好看 你就可以烫一下衬 这个呢 我就将这个底下 我先给它缝一圈 将它固定 将这个固定缝合以后 再和裙片进行缝合 就非常好做了 这个腰和这个裙片 做好对位进行拼合 拼合之后呢 这个里面这个地方呢 我会用这个包边条给它包一圈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的 里面就处理的比较干净漂亮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小勺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的赞赏 关注一转发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